近一年的环子男进步了嘛 在U17主传李小勇看来也许是另一种答案 据小勇指导介绍 几个月没系统训练的小环状态令人担忧 现在国庆队也在帮他全力抠很多最基础的技术细节 他似乎年纪再大一点很多东西就形成习惯就改不过来了 而与此同时小勇指导也抛出了个颇令人深思的问题 有孩子有这个机会的 出去见识这段路继续练 然后继续练是好事 但是他更年那个 我建议 因为 出去以后 记得 就像我 天天这样去 管你啊 练你啊 教育 在球迷看来 之前在清华府中将摆凳坐穿的黄思南 去了美国高中后堪称逆袭 他优秀的静态天赋和跑跳能力 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不仅一跃成为四星顶级高中生 NCA名校的offer更是拿到手软 甚至未来冲击N别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为啥到了咱们这儿小勇知道会如此之说呢 看过思欢比赛的兄弟一定认同 他现在技术确实是操格一枚 虽然所属高中球队对他极为重视 但如今的AU比赛太多训练太少仍是常态 美高众多球队正流行着复刻管理 因估计比赛太多导致受伤 所以规定一天训练不得超过两个小时啊 有条件有目标的孩子都会聘请 私人训练是私自家练 比如咱们熟悉了华裔后卫朱正他老爸 就带他一天三连 每天要投上千个三分球 比咱之前的三从一大还要去啊 所以思欢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大量的赋予时间 找到适合个人训练体系 补齐短板 而小勇指导所表述的 其实是国内传统对清训的认知 是体工对家长式思维的代表 教练把好苗子选进来 就要像家长一样手把手培养着 每天几点干什么练什么都规定死了 然后球员必须按照我规定的去练 对于自我约束力和上进步强的球员来讲 确实可以保证一定下线 但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病 一是会让小勋丧失对训练对篮球的热情 长期机械化训练的按部就班 更会丧失在比赛中的创造力 所以这就是我要练和要我练的区别 最后兄弟们 这国内国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清训培养方式 您怎么看 欢迎在大道的评论区留言